泰国机器人中心由拉卡邦先皇技术学院与CT亚洲智能机器公司携手创立,今后将成为泰国机器人应用技术的开发主力。 在当天的成立仪式上,泰国机器人中心首推了两款圆形机,大铅笔和小铅笔。 现场亮相的小铅笔高52厘米,厚度30厘米,有一张可爱而且表情丰富的LED脸。 主要技能是陪伴和照顾老年人,虽然不会自己移动,但是他感官能力超强,能够全天候监控老人的健康状况,及时提醒吃药。 当老人身体出现病痒,小铅笔会马上通知医院和家人。 相比之下,大铅笔要更强大,据介绍大铅笔的职业式服务员,他行动自如、亲切友好,除了点菜、传菜、擦桌子、扫地,他还能做出标准的态势、双手和实力。 相信在推向市场后,将成为明星产品。 据主办方介绍,该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现有机器人、智能技术运用到生活中。 在许多国家,智能机器人技术应用目前大都仅限于某些技术高端领域。 高额的投入和维护费用成为制约智能机器人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如何能让提供简单生活服务的机器人进入医院、餐厅甚至家庭,将是该中心的业务主攻方向。 而接受度和认同度较高的日本、欧美市场将是该中心产品今后出口的主要目的地。 这种各种提供建设和发生,是我们要求得特别的语装法The 日子会发展为相同的提供建设计划似书亡灵糊。 并且旨建设计划似书亚、温正有力给套力。 但是仍然不可以有武装感满云 而宋岳被领导 这就是主要是主要 主要是宋岳 所谓是满云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李明 实习生林静轩 泰国曼谷报导